关心国际焦点线上是国际中心记者陈陈泰 南韩总统尹熙悦昨天无预警的首度访问乌克兰 并跟泽伦斯基召开了联合记者会 会是让尹熙悦做出了哪些承诺呢 另外尹熙悦抗力此行也为何会备受南韩国内娱乐的抨击 主播我们知道南韩是全球第九大武器出口国 但他们长期抱持的政策是不供应致命武器 给正在发生冲突的地区 那么所以这次南韩总统尹熙悦突然访问乌克兰 虽然说他不会供应致命武器给乌克兰 但是宣布要扩大援助这个动作 就它的象征意义就非常重大 那这次尹熙悦带来的礼包呢 是以人道援助为主 那它的价值呢大约是1.5亿美元 比去年多了整整5000万美金 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然也感谢这个尹熙悦的支持 也赞扬南韩过去提供的这些军车 还有这些排雷设备 所以这次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 尹熙悦也带着夫人金剑西来到了乌克兰 这个景象比较少见 因为像是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他的夫人吉尔拜登呢 过去虽然都有去过乌克兰 但他们的行程都是分开的 那这一次金剑西来到乌克兰呢 路透社也特别跟拍了他们的行程 包括金剑西和乌克兰总统夫人的这些行程和互动 路透社都有跟拍 他们两个人还有去了基辅当地的儿童福利中心机构 金剑西还和小朋友说说话 还有拥抱 甚至还和小朋友玩这个贴身 纹身贴纸 这十足展现了所谓的柔性外交 而事实上呢 金剑西和老公呢 他们这一次去乌克兰之前呢 他们是去了立陶宛参加北约峰会 后来到了波兰之后才到了乌克兰 那么到了乌克兰 他们先去了几年 这个去年遭到二军屠杀的一些城镇 那么他们在那边进行一些献花仪式 之后才见了泽伦斯基 不过刚刚主播问到的 为什么尹锡悦会被这个南韩国内民众炮轰呢 主要就是因为南韩现在暴雨成灾 那么尹锡悦从北约峰会结束之后 没有立刻回到南韩作证 甚至没有作证指挥灾情的救援 所以不少舆论都骂翻了隐形院 以上主播 可以看到全球的天气都相当极端了 而且有些地方呢就很炎热 就连73岁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昨天也被送医 他的情况目前如何 另外从美国欧洲到日本 世界各地都预测将出现创纪录的高温 再请陈泰帮大家整理 主播现在全球各国呢 很多地方的高温预计都会刷新历史记录 就像主播刚刚说的 包括亚洲的日本还有欧洲 美国呢 他们现在预计都可能会刷新历史记录的高温 那像是美国新南部的加州 还有这个亚利桑那州 未来几天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历史性高温的48度 摄氏48度 加州的死亡谷国家公园 更是可能会飙到摄氏54度 直接打破全世界现代的历史记录 那么另外在欧洲呢 这几个这个周末意大利气温 那个预计也将创下历史新高 意大利卫生部呢 也对罗马还有波隆纳 还有佛罗伦斯等16个城市 发布红色警报 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还有这个萨丁尼亚岛 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8度 那么这个欧洲太空总署就有说 这可能是欧洲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 那么另外在亚洲 今天和明天两天 日本东部部分地区 他们的气温预计也将升到38到39度 那么当局气象机构警告 这个气温也可能追凭历史记录 那么全球各国都非常的热 包含中东的以色列 当地首都平均气温 大概都只有在20几度 这是在6月份的气温平均 那么这几天也都有一度 飙到30度以上 所以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最近在户外一段时间之后 热婚被送到医院的急诊室急救 那么初步评估是因为脱水状况而至的 那么后来纳坦雅胡 其实后来有拍影片就和大家说 其实他现在已经好多了 已经没事了 感觉良好 只是他也不忘跟民众呼吁说 在天气炎热之下 一定要记得多多喝水 以上主播